Hello 大家好 我是Hailey 歡迎大家收看最新一集的《走出逆境》 《走出逆境》每一集都會跟大家講一個熱門的話題 和推介一些旅行的景點 在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Like我們的影片 今天的熱門話題就是 另類的聖誕裝飾 一千塊在新玻璃磚製成的冰屋 我們馬上來看看 達入12月 街上滿佈了各式各樣的聖誕裝飾 但是這些裝飾 是否只能有短暫的生命 換來一剎那的歡呼聲呢? 三個有玻璃達人之稱的年輕建築師 近日就在將軍澳廣場打造出一個 闊達綠米 由超過一千塊在新玻璃磚製成的壯麗冰屋 這些玻璃磚的份量 相等於超過2500個玻璃磚 在燈光下折射出不同顏色的光芒 營造極地催省感覺之餘 三人更希望可以為曾經作為飲料容器 和商店廚窗的回收玻璃 帶來二次生命 根據政府的數字 2018年的廢玻璃容器回收率是16.3% 而在2019年社會事件之後 環保署就曾下令承犯商停收玻璃磚 去年酒吧又一度因為疫情需要停業 玻璃磚回收量更加大減 畢業在香港大學建築系的三個設計師 現在分別在不同建築事務所工作 他們不時都會參與有關建築和設計的研究 活動、展覽和比賽 當中包括威尼斯國際建築相連展 香港城市建築相連展等等 而在這麼多物料裡 他們就特別鍾情用再生玻璃 三個人之所以選擇再生玻璃 除了因為不忍心 除了因為不忍心看到回收率低下 更深刻的是一次參賽經歷 原來他們在很多年前參加了六載灣仔的比賽 在想回收站設計的時候 他們就想到灣仔區有很多酒吧 既然每一天都有大量玻璃瓶棄置 不如好好利用作為建築物料吧 最後三個人就設計了一個透光度 空間感十足的回收站 但他們就沒有贏到比賽 在頒獎禮上有政府人員質疑 這個idea很好 不過起不到的 三個人就因為這樣很不服氣 他們說建築師習慣了女敗女戰 於是在不久之後他們就去聯絡玻璃廠 開始了不同的設計項目 包括2019年為南風沙廠設計的再生玻璃塔 平日回收玻璃瓶不會分顏色 為了設計項目 三個人就曾經親身走入玻璃回收廠 戴上勞工手套將3000個瓶分顏色 坦然要用再生玻璃作為物料其實困難重重 而香港也不多人做 幸好玻璃箱樂意配合最後才成功 至於今次的項目 三個人就表示 希望可以做到與別不同的 冬日主題節日裝飾 希望用再生玻璃 將極光帶來香港 給大家一點安慰 他們表示 整個項目歷時達到10個月 當中在為玻璃磚調色 提升玻璃含量 和增加透光度等方面 都需要不斷嘗試和改良 他們希望可以透過項目 向社會展示再生玻璃的可能性和空間 從而可以幫助整個城市發展 也希望不單止是回收 更加會是升級再造 在影片的最後 我們一起來看看今天的疫情數據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再見 再見 再見